怎么回事我这一上午就觉得身上火辣辣的 而且肚子还有往下坠的感觉 老想着上茅房 暗一的布室弹在下午愈发强烈 他不得不夹着腿走 一眼视身体的异常 暗一一边放里面霧弹 弹冲进了林子里 试图寻找一丝环境 你这玩意太冲了 瞅着这速度 就是要收不住了 六夜不满地摁着暗一的背影 开始担心他的状况 他中了那么深的毒 该不会洗到里边吧 王妃止步 暗一还在里面 他在干嘛 瞅着这家伙一脸便秘的样子 一看就是有事情 王妃止步 暗一正在如厕 如厕 那家伙已经进去半个多时辰了 如厕这么长时间 骗鬼呢 是 暗一自从吃了您给的药 这一天就没去过茅厕 不仅如死 还还全身发热 暗七一脸的尴尬 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 最委婉的说法了 坏了 不大发了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害得让暗一遭了 这么半天的罪 六夜从袖子里 掏出了一瓶果倒片 希望这能解决暗一的问题 你把这个给他送去 保准一次见效 暗七皱眉瞅着面前 从未见过的小白瓶子 又看了看六夜 明显是在犹豫 让你拿给他 你就拿给他 都说了一次见效的 六夜对暗七的犹豫感到不满 坚持让他将要送给暗一 暗七冲进林子 一刻钟后出来 王妃 暗一好像情况不妙 六夜缩了缩脖子 脑子里已经想到 暗一在林子里 是什么情况了 暗一 你觉得怎么样了 更多谢王妃关心 属下没事 这是我新给你配的药 效果应该比之前的好很多的 药 暗六和暗七警告地 看向暗一 昨个这祸被折腾的 差点把嘴从屁股里拉出来 这若实在是王妃的药 那脑子真是进水了 牧尘冷冷的目光 这些女人不折腾喜暗一事 不罢休了 暗一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思 委婉地拒绝了六夜的好意 属下这身子怕是回天乏力了 就不浪费王妃这药了 昨日是我欠考虑 不过今天这药我可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也许真的能治你的病的 谁不想活呢 谢王妃 暗一 我烤的馒头好了 不敢劳烦王妃 属下自己去取即可 你先吃着 我再给你盛碗粥来 六夜将馒头递给暗一 转身去准备粥 王妃 六夜见暗一正举着手里的两根空气 一脸忧愿地冰着他 六夜瞪了暗七一眼 这货也太贪吃了 竟然连病后的东西都抢 反正王妃的炉子上还有那么多呢 暗一跟着六夜来到旅车跑 好香 好想吃 暗一闻着锅里的肉粥 不受控制的吸了吸鼻子 六夜给暗一成了一大碗的小米瘦肉粥 谢王妃 暗一赶忙接了过来 大口的喝了起来 这粥可真香 不但有滋有味的 里面还有瘦肉 还有这馒头烤的也好吃 外面焦脆 里面软香 也甜滋滋的 看着这货吃的连头都不抬了 看来很喜欢自己做的早餐 吃过早饭之后 大家准备赶路 暗一 今儿个你坐着赶车吧 这家伙昨天折腾得不轻 想来应该没有力气走路了 这 暗一犹豫了 虽说现在好受点 但腿还是软得跟面条似的 瞅着面前的毛驴车 也是真的想坐可让她和王妃坐一起 那是万万不能的 看出了这家伙的心思 应该又是那套男女有别 我坐里面 你坐外面 瞅着王妃进车里去了 暗一这回不犹豫了 谢王妃 到了声谢刚要坐上去 前面就传来了暗七的尖叫声 王爷 暗一抬头 见牧尘一脸的痛涩 嘴角还挂着血迹 六叶的脑袋也看了出来 瞅着活阳王的脸色那么难看 也是皱了皱眉 那家伙不会要隔屁了吧 暗一也不知是昨晚没休息好 还是这旅车坐着舒服 这惠子眼皮实在是睁不开了 王妃 什么情况 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王妃 当瞧见了跪在地上的暗七他们时 又被惊了一把 你们这是 瞅着他们一个个脸上都是哭唧唧的 难不成是那活阳王挂了 当看到了在地上躺着的牧尘时 心中一震 坏了 那活阳王还真的领盒饭了 心里正寻思着 暗一又朝六叶不断地磕起了头 王妃 王爷怕是挺不住了 求您帮帮王爷吧 话落 他的身子已经抖动了起来 自小和王爷一起长大 我们虽为主不关系 但王爷就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的天 如果王爷不在了 我们活着也没奔头了 自从早上吃了王妃给的药之后 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好受多了 这说明王妃给的药有效果 如果也给主子吃的话 想来王爷也会和自己一样 有所好转的还请王妃帮帮我加王爷 求王妃 他们可瞅着暗一现在的状态 已经比昨日明显地见好了 现在是真的信了 我还以为挂了呢 行 我这就拿药去 虽说不喜欢这家伙 但我也并不希望他死 更何况我的安全还指着他呢 他赶忙爬进了车里 从箱子里摸出了之前给暗一吃的那几样药 这你们怎么还把这家伙给弄进来了 王妃王爷就拜托王妃的属下在外手着 好烫 竟然发烧了 看来是必须得先退热了 短暂的犹豫之后 六夜又将手伸到了箱子里 拿了一盒抗生素和退烧药出来 这 瞅着牧尘嘴里含着的药片 犯了难 这要吃不进去的话 也发挥不了药效了 眼瞅着这家伙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六夜也着急了 娘的 就当是做好事给别人做人工呼吸了 只是可惜了自己的出吻 就这么没了 含着嘴里的苦药水凑到了男人的面前 顺着他的唇缓缓送了下去 此车厢门口 众人一个个都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你 你不要脸 虽然我对王爷不抱什么希望了 但也见不得这女人和他做这种亲密的动作 在这个封建保守的朝代 六夜的行为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接受 李姑娘 请您不要打扰王妃救治王爷 虽然我也觉得王妃的行为有点猛 可也晓得王妃是在救主子 王妃 您给王爷吃的药好像还给属下的不一样 之前王妃给我的药 不是这种形状的 也不是这颜色的 真怕是拿错了药 毕竟主子的身体不如我 现在可经不起折腾的 他现在烧得厉害 我给他吃的是退烧的药 他看了看男人 将最后一口药蓄了进去 这下子放心了 只要王妃不给拿错药就行 唇上传来一阵温热感 牧尘眉头微皱 缓慢地睁开了眼睛 看到的却是一双如蒲扇的睫毛在扑闪着 这死女人竟然敢对我无礼 真是活腻完了 眼瞅着主子要动怒了 暗期将手伸了过去 快速地在牧尘的脖子上点了一下 他瞬间就动不了了 六叶则毫无察觉 一门心思地给男人喂药 哎呦 你吓死我了 眼睛睁开那么大做什么 六叶脸上划过一挪心虚 这家伙不会发现我占他的的便宜吧 这死女人竟敢对我无礼 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 可自己被点住学位了 动弹不得 他又看向一旁的暗期 给他胆子了 竟然敢点我的学位 暗期心虚地别过了头 不敢再看主子的脸色 王爷 那臣妾就得罪了 他仰头又喝了一口药汁 轻车熟路地 透到了男人的嘴边 嘿嘿 这便宜可不是我想占的 瞅着这死女人的脸 又凑了过来 露臣妾的头顶生烟 可她不管怎么生气 也是无能为力 唇上传来温热的湿恶感 她虎居一阵 难以形容地 感觉在身体里流窜 不可思议地瞪着面前 这张放大的娇言 你们过来帮我一下 王妃 这 暗一暗六和暗七 也是一脸的猛逼 又相互面面相去 王爷的衣服说八就给八了 这王妃的胆子也太大胆了 帮我把她的身子翻过来 我要给她刮杀 不用猜 就能知晓 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可没时间跟他们解释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 这男人虽然瘦了点 但这肌肉线条还挺好看的 啊 你不要脸 当着这么多男人的面膜 王爷的身子 简直是太不知羞耻了 李姑娘 王妃正在给王爷治病 还请您不要打扰 是啊 李姑娘还是请回吧 您待在这里不方便 妹妹 咱们先回去等着 不要打扰王妃给王爷治病 王爷 您刚刮过沙 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才能起到排毒的效果的 记得以前自己刮完沙的时候 奶奶都是让自己喝温热的水 可现在条件有限 只能喝凉水了 王妃 属下的神仙水没了 神仙水 哦 你是说喝浇水啊 我也没有了 六夜转身从箱子里 拿出一盒喝浇 是这个吧 效果是一样的 六夜打开盒子 拿了一块喝浇 递给暗衣 同时给了牧尘一块 这么小小的一块儿 真的能含之前的神仙水笔吗 六夜翻了个白眼 看着暗衣一脸都不相信 你知道我这东西有多滋补吗 就是胎儿不稳的孕妇 都能帮你把孩子保住了 暗衣突然间觉得肚子里 好像是有个小生命在跳动似的 她瞅着手里的恶娇 快一见冷眼飞了过来 这死女人一定是故意 我那时比喻是说 我这东西滋补得很就连孕妇也是可以吃的 这回吃了 看她刚才那嫌弃的样子 好像她这东西有毒似的 牧尘吃完了恶娇块 又拿起了水囊 发现里面没有水了 属下去弄点水来 不用了 喝这个吧 比你们喝的那水干净多了 牧尘瞅着面前这古怪的瓶子 又看了看六夜 迟疑了片刻 还是把水接了过来 六夜正要教男人怎么打开盖子 暗衣又把水囊递了过来 王妃属下也没水了 暗衣和其他两人也把水囊递了过来 意思很明显 都想要她的矿泉水 我那是比喻 是说我这东西滋补得很 就连孕妇也是可以吃的 不知是不是吃了恶娇块的原因 还是坐在旅车上舒服 我竟然有了困意 牧尘选了一个舒适的姿势 闭上了眼睛 六夜坐在一旁 见这男人真的睡了 这才大胆地盯着他 这男人真的出汗了 那这就说明 烧应该退了 六夜心中一喜 正要伸手帮男人擦擦汗 外面的暗妻就叫住了她 王妃也把王爷弄醒了 六夜冲着暗妻翻了白眼 好像我要把他家王爷 怎么递了似的 不用管更好 给这死女人脸了 竟然还敢来摸自己 不仅如此 还离得这么紧 连她呼吸出来的热气 都喷到我脸上 幸亏她躲得及时 要不然定要一巴掌拍死她 王爷她怎么样啊 她一边说着 一边撑着脖子往里面望 可惜被暗衣和六夜挡住了视线 看不到牧尘的样子 王爷她 哦 王爷她还是老样子 一阵明白 一阵糊涂的 说话时 脸上还带了一丝忧丑 好像里面的男人 真的活不长了似的 奇怪王妃 为什么要这样说 还装得那么样 一点起色也没有吗 嗯 还烧着呢 六夜说着 还拿袖子 抿了抿不存在的眼泪 一副我男人要挂了的样子 王妃你这戏 演的有点过了 李文志 看着面前 一脸做做的六夜 这里谁不晓得 牧尘是怎么对她的 完全没有必要装成 一副感情很好的样子 那就劳烦王妃多费心啊 她冲着六夜拱了拱手 转身回去了 这回放心了 这个李文志 和你们王爷的关系很好吗 王妃 三年前 我家王爷建里 大人人品不错 暗器向六夜详细地说了 当年李文志 是怎么被自家主子提拔 又怎么受到主子牵连流放的 哦 这么说 你家王爷是办事回京的时候 碰巧遇到了 正出承办事的李文志 而后又碰巧 被我那个正抓捕乱党的 扎爹给撞减 又碰巧在李文志的身上 搜出了你家王爷的叛国信 而那个能证明李文志清白的人 又碰巧死在了大牢里 而后你家主子和这位李大人 同时都被定罪为通敌叛国 还碰巧同时被流放了 这还真是碰巧啊 王爷 您觉得怎么样啊 无碍 牧尘勉强地抬了抬眼皮 看了一眼面前的二人 而后又闭上了眼睛 一副虚弱无比的样子 这王妃的药在王爷身上 似乎成效不大 可为何暗已吃了之后 就那么见效呢 王爷 您再坚持坚持 明晚咱们就能赶到清镇 属下想办法 托人给您找个大夫来瞧瞧 不便啊 牧尘挥了挥手 一副气弱油丝的样子 说完又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按一按七几人相互对视一眼 一下子就明白 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了 李志文还想着说点什么 六夜就拎着篮子回来了 王妃 这鱼是您带的 嗯 我运气向来不错 六夜得意地扬了扬脖子 边说着边去了毛绿车的后面 拿了两个炉子出来 王妃 这事就交给我们了 如今这活阎王在自己这里 想来这两个货也赶不走了 转头又去了毛绿车的后面 在按七几人瞧手以盼下 端了一大碗的冻豆腐过来 王妃 这冻豆腐您竟然也有 要说这东西在镇子里能买到的话 还不算稀奇 可我们毕竟在路上走了这么久 距离上次离开镇子的时候也有十几天了 王妃怎么可能还有冻豆腐 而且上面还带着冰茶的 六夜正想敷衍几句 暗姨就直接替她说了 王妃的好东西多这呢 少见多怪 暗姨瞪了一眼暗七 问那么多干嘛 只管吃就得了 啊 是是是 属下多嘴了 其实我早就发现王妃有不少好东西 刚才我也只不过是一时惊讶才问了出来 毕竟这栋豆腐上面还有冰茶呢 坐在旁边的牧尘 再次睁开了眼睛 听着他们的话眉头微皱 我也早就发现那女人有点不对劲了 那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呢 这家伙一个晚上不老实睡觉 害我也没有睡好 还有脚气气息我了 王爷王妃前面就到冒险了 冒险那咱们能住客栈了 终于可以摆脱这祖宗了 赵大人 我们可不可以住单间 王妃由我们自己来出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我的人必须得跟着住你们隔壁 怕是王妃的破费了 六夜掏出一定十两的银子 豪爽的砸向柜台 掌柜见了顿时笑的一脸褶子 行 那我们就要单独一间了 幸好那活阎王走不了路 要不然这会子我准没好 想要你带客人去客房休息 好呢 来 几位请跟我来 哇塞 好舒服啊 殿小二瞅着六夜一愣 还从未见过女子 这么不注意自己一态的 牧尘趴在暗妻身上 眼如桌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死女人静 给我丢脸 没你什么事了 你一会儿送些热水过来 王妃 这是二皇子的地界 咱们不能随便吃东西的 六夜后之后 绝地点了点头 想起了之前那些的场面 也不反驳了 趁暗期待和阎王 去上茅房的空间 准备点吃的吧 那个吃的我已经放在桌子上了 我先去洗澡 当六夜回来的时候 只见光秃秃的桌子 又看了看男人面前空空的盒子 哪里还有自己的那份 王妍 我的那份呢 牧尘直接瞪了六夜一眼 也没回答他的话 而是转过头去 明明是两个人犯的 都让这活阎王一个人给吃了 反正吃的也又不是只有这么点 六夜双眼微眯 瞅着坐在桌子前的牧尘 哼 既然不给我留 那就别怪我吃毒食了 牧尘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瞅着那两个祸的脸都要笑抽了 真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 那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